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不出十五天,五个生肖不缺贵人也不缺钱,生肖虎,十五天内,属虎人有路马同乡的吉月,财运通畅,正财与偏财的双双得利,使你的个人财富迅速积累,可开展更大的事业,财运极佳,有极强的生财能力和欲望, 钱财也很容易,事业上,一展所长,有小小的成绩,要想有大作为还需努力,有空的话还是跟朋友多聚聚吧,一来增加下感情,二来找商机,生肖猴,属相猴在未来十五天,梅运会一扫而去,爱情也会来的,假如你还是单身,你将会有物件,多多参加的社交活动,增加自己的朋友, 他们还特别受财神的眷顾,正财稳定上升,还能大发一笔横财,在投资理财方面,会有意想不到的收入,甚至还有中大奖的机会,注定难逃富贵,生肖猪,属猪的人天性灵巧,思想开放,十分好动,辨别事物能力强,有慧眼识人的本领, 而且多才多艺,对新事物领悟很快,未来十五天,属猪人金钱入住财博宫,好运连连进家门,福进门才来到,接住好运,横财自然滚滚来,事业也一帆风顺,没有阻碍,能够升职加薪,身兼要职,薪酬翻倍,享乐不断,生肖狗, 薪酬的朋友性格憨厚和顺,为人真诚,他们在未来十五天,由于得到极星的加持,不仅身体状态极佳,精力充沛,活力十足,而且工作态度认真,一丝不苟,做文职等相关工作的薪酬狗人, 在过去了时间里,帮助领导渡过了难关,因此少不了奖赏,外加他们的理财能力很强,所以财富被不断累积,生肖兔,在未来十五天里,属兔人有望事业财运双丰收,最近有三合贵人的大集,使属兔人事业运强盛,工作上一切都将顺顺利利地度过,还有助得到老板赏识的机会, 最近还有偏财大运将会如期而至,并且还有助不少的意外之财降临,可谓财气冲天,尤为强盛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近期采到狗屎运的生肖,贵人登门,财运爆发,我们都知道今年是财运年和福气年,赚钱相对比较容易, 只是别忘记钱财人人想要,这东西赚起来也得靠运势相助,对于运势真的很难把握,因为它是无形的东西,看不见摸不住,那么怎样做才可以运势转好呢? 哪些人容易得到财神的欢心呢?下面根据生肖命理推算,四月底财神登门拜访,会走狗屎运的生肖,今年注定成富豪,生肖羊,近期采到狗屎运生肖羊的人,贵人登门,财神驾到,今年富得流油,生肖羊的人,性格中有一些优柔寡断, 他们总是举棋不定,对待多么小的选择,都要犹豫一会儿,这是他们的缺点,但是并不是无法改正的,因为他们犹豫,大多是因为自己不愿意做决定,不希望自己承担任何后果,哪怕结局会是美好的,所以只要数样的人,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正是自己的缺点积极改正,近期他们的运势就会逐渐上升, 这种运势,将会一直伴随他们一整年,无论是正常的工作收入,还是其间的兼职外快,都会让他们有不小的收获,生肖龙,近期采到狗屎运生肖龙的人,贵人登门,财神驾到,今年富得流油,生肖龙的人,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,运势不是很佳,并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也有不少, 无论在事业上面,还是在家庭上面,都发生了一点变化,并且运气,也随这些事情的变动而变坏,但是一切都是过往云烟,近期他们将会面临洗神光顾,任何事情都发生极大的转机,事业上面更是小有成就,时间不长,需要好好把握住机遇,生肖狗,近期采到狗屎运生肖鼠的人,贵人登门, 财神驾到,今年富得流油,生肖鼠的人五行为子水,在春夏木火坚望时,时商财心过望,可谓财多深弱的局面,财运方面,容易乱花钱,或在考虑不周的情况下投资,实际开支往往超出预算,结果亏损严重,性格方面,自以为是固执,脑子不会转弯, 但是近期五行金望来生柱子水,印心显达,致使生肖鼠的人,在这个春夏交替的四月底,会更加注重精神生活,形式上亲和力和包容感比较好,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,做什么事基本都能顺利,可谓行运一条龙,生肖鸡,近期采到狗屎运生肖鸡的人, 贵人登门,财神驾到,今年富得流油,生肖鸡的人,会在做事方面,有自己的一套和自己的思想的,也比较的强势,有当领导的风范,近期生肖鸡的人运势会比较好, 他们知道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哪里,也知道自己该去哪方面努力,所以当运势来临的时候, 生肖鸡的人,就不要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了,今年一定能赚到一定的钱财,生肖鸡,近期采到狗屎运生肖鸡的人, 今年注定成富豪,生肖鸡的人,为人做事相当的有能力,所以生肖鸡的人进入五月底的时候, 你们的财运也会滚滚而来,家门财运到来的同时,你们的爱情之花也会点燃属于红蓝星, 点亮你们的爱情之火,单身的人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中人,发生一场爱情, 所以处理人生大事的几率也是非常的大,那么有两个人一起拼搏, 迟早富贵荣华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